自从古装剧《孟华录》开播之后 话题度就一直居高不下 屡屡被这部剧刷屏 深得无数观众喜爱 尤其是陈晓和刘亦菲这对新CP 更是圈粉无数 陈晓饰演的顾千帆 深情沉稳 性格内敛 人设十分吸睛 简直是男友力十足 这也是继杨过 沈欣怡之后 陈晓又以经典角色 凭借《孟华录》陈晓的热度再度飙升 其实除了这部热播的古装剧之外 陈晓还有两部带播悬疑剧 同样为播鲜火 热度颇高 今天咱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吧 1.冰与火搭档王一博 这部冰与火的热度不用我多说了 由实力派青年演员陈晓 搭档圈内顶流王一博 领先主演 从选角到开拍再到杀青 话题度就没有中断过 该剧是一部典型的 犯罪悬疑题材的作品 讲述的是吴振锋和陈宇两兄弟 并肩作战 成功打入贩毒集团内部 最终将贩毒集团一网打尽 牢记使命不忘初心的故事 冰与火讲述的是关于基督的故事 陈晓饰演吴振锋 原来是警察 后面成了卧底 王一博饰演警察陈宇 还有饰演警察的王静松老师 还有刘一军老师也在里面 这一看就是高级的配置 有王静松老师和刘一军老师两位在 一看就不会很差 果然今天的几分钟的特技 真的是没有让大家失望 首先是场景上面 几乎全部是实景 冰与火一共有330多个场景 但是除了四个大警示搭建的以外 其他全部都是实景的拍摄 所以那些环境都特别的真实 繁华的街道 银森的树林 泥潭 几乎要具备的地方全部都有 而且场景里面的戏份 也都是实景的拍摄 爆破戏的时候 几乎要出镜的演员全部都在 拍摄条件艰苦 打戏跟被打都不少 雨夜 泥泞 强林淡雨 每个镜头都值得细细品味 王一博泥泞宁打戏很拼了 整个人是在泥潭里面滚下去的 出来的时候全身都是泥 陈晓亲自上阵 拍了被埋在泥坑里面的戏份 嘴里一直喊着东哥 而且沙子还不断进入到他的嘴里 真的很拼 每一帧镜头都超帅 惊险刺激 其次就是演员真的很热血 在冰玉火里面 每一位演员都很热血 是真的用心去拍摄 先是陈晓 在这部戏里面 他的形象真的是颠覆了以往 陈晓穿的衣服都是破破烂烂的 而且形象也是拉拉塌塌的 特别就像是无家可归的人 而且在戏里 陈晓的眼睛是发亮的 又回复成了以往里面 眼睛里有星星的感觉 看过不少的帖子说 陈晓结婚后 眼睛里没有了光 但是在戏里面 他有 其实这就是演员的身份 想要把最好的状态 呈现在戏里面 生活的放空 是为了更加好的 呈现更好的作品 在特级里面 还有不少的演员受伤的戏份 脚受伤 血不断的流 但是依旧是挺了过去 就像导演说的 这是一个坚强的剧组 然后就是人情味了 这说的是基督的故事 当然了 里面还有亲情 友情 戏内目前里面 最清晰的就是 杨兴全和杨林的故事 我就是最爱杨林的那个人 陈宇和林德赞 这个交叉的背影 出现了两次 会不会有什么含义呢 最后面 吴振峰是有中枪的画面 他会牺牲嘛 一切都要等开播了 才能揭晓 戏外大演员会鼓励小演员 演员之间会互相心疼 会因为的表现不好 会内疚 陈小说这是他拍过 被打的最多的戏 王一博说拍得很刺激 还想要再演 导演说王一博还是蛮惊喜的 除了剧情之外 这部剧的演员阵容也很强大 由陈小 王一博领先主演 配角阵容包括 王静松 刘亦军 赵昭仪 张芷奸 谷小婷 王秀竹 等一众实力派演员 鼎力加盟 一个是打入贩毒集团的卧底 一个是优秀的 尽多名警 两人强强联合 无论是人设还是造型 都十分吸睛 据悉 这部剧将定于今年10月播出 敬请期待吧 二 暗夜名探 搭档陈建斌 这部暗夜名探 又名暗夜之光 改编自 娄肖鹏同名小说 是一部融合了 悬疑 犯罪 刑侦 惊悚 等多种元素的作品 热度更是居高不下 该据讲述的是一场案件 牵扯出了一件 13年前的连环杀人悬案 作为当年调查案件的 两位刑警再度联手 经过多番努力 最终将凶手缉拿归案 弥补了多年遗憾的故事 这是一部伸张正义的故事 同时也深度刻画了 两位刑警 历经13年的心理毕程 演员阵容相当不错 陈晓 陈建斌 两位实力派演员领先主演 共同为观众 带来一部跌宕起伏的悬疑佳作 新剧暗夜名探的故事 其实早已经提前 接受过了口碑考验 因为新剧的故事 改编自小说 暗夜之光 改编操作是很多 同类题材作品的常规手法 既能让原著作品 重现焕发生命力 又能继承原著的热度 不过也要面对挑战 清除欲览而胜欲览 可是没有那么简单 有了口碑的保证 剧情故事也能够提前先度为快 因为既然是改编 则大概率会尊重原著故事 原著小说 暗夜之光 以十几年前的一个案件 为故事线索 讲述了一个身经百战的老警察 带着出入行的年轻警察 一起追寻案件真相的故事 这样的故事还是有些似曾相识 虽然现在大家对于悬疑题材故事 还没有审美疲劳 但是还是希望有眼前一亮的感觉 悬疑题材定义式作品 本身对于主演实力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因为剧情故事的跌宕起伏 真的需要强大演技 才能准确传达出心理活动和表现出人物效果 很多观众喜欢悬疑题材的作品 很大的原因就是喜欢看实力派 标系 所以对其要求也就高了许多 新剧中的老刑警 魏真荣一决 将由实力派演员陈建兵出演 13年前问真荣正处于人生低谷 案件沦为悬案 后成为了他心中一块疙瘩 陈建兵可以说是圈内知名的演员兼导演了 今年他主演的《不惑之旅》 最终也收获了不错的口碑和收视 作为导演他也拿出了不错的成绩 由他自导自演的电影《一个勺子》 斩获了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 以及导演处女作奖 可以说陈建兵绝对是收视保障的代表 有了他的加盟相信这部新剧 一定会给观众带来惊喜 新剧中的新人警员陆行之一角 则是由陈晓出演的 13年前他只是一名新人警员 13年之后他捋破大案要案 最终将成封了多年的案件破获 陈晓可是出了名的古装男神 俊朗的外形让他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 这部悬疑剧不光演员正容吸睛 同时也有超强的制作班底作证 由知名导演刘海波指导 其代表作有中国式关系 天审长歌 突围等 绝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 无论是冰与火还是暗夜名态 都是未播鲜火的代播犯罪宣疑剧 无论是阵容还是剧情 都掉足了观众的胃口 观众们有福了 一部搭档顶流小生王一博 另一部搭档实力老矽谷陈建兵 大家最期待哪一部呢 欢迎留言 在这边 好